各位觀眾大家晚安 现在时间来到晚上七点 非常欢迎大家再次来到 一一人力银行 落点分析的线上直播 还好呢 我们刚刚都已经测过 画面跟声音啦 我们等一下就可以 非常快的开始了 今天晚上我们的主题是什么呢 今天晚上主题是 学党冲刺其 我到底还能做些什么呢 我先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今天网上主持人 我叫坤平 那我也是一一人力银行的 学生职业顾问 一一人力银行一直在做一件事情 就是来帮助全台湾 每一位学生以及工作者 能够不只进入适合的科系 更是能够在大学学习 并且为产业建立一个好的人才 让我们台湾的产业 更加的有竞争力 那这些最关键的事情呢 就是有学生跟学校跟企业一同来创造 所以今天晚上我们的讲座 我们前面也废话不多说 因为我想今天晚上呢 就是应该有好些的老朋友 但是我知道一定有新朋友 所以我要邀请大家 要邀请大家你来 跟我一起来欢迎今天晚上第一次参与在我们当中 我新朋友 OK 也非常欢迎你 好 所以呢 我今天晚上的主题 我们要讲什么呢 今天晚上 因为最近我们知道3月20号 大家已经开始要准备把你的资源送出去 如果你是跟学校团报应届学生的话 那么你的资源应该早就已经送出去了 所以接下来大家就担心苏省 苏省资料这件事情 可是你知道苏省的占比其实是很高的 苏省的一分 他的价值 大部分 在大部分的科系里面都比考试一分 价值还要更高 那这么高的占比 我们要怎么会自己加分呢 那再来我知道有的同学 他要重置以前的档案 把现有的资料可以优化 教授到底看些什么 那再来最后 现在我知道很多人是高山同学 你不只要教高山的档案 你更要做被省资料 所以时间这么紧迫 要如何兼顾呢 今天晚上我们邀请到的专家 就是我的好兄弟 徐光毅老师 全台湾最著名的奇梦教育的创办人 他是系统化科系探索的一个专家 我们知道我们的苏省资料 一定要瞄准科系 瞄准不同的领域 来做这苏省资料 或是最有效的 他同时也是信息天下 教育创新100的得主 所以我相信他所有的讲述 对于学生老师或是你是家长 一定都非常的精准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话不多说 直接把时间交给 徐光毅老师 我邀请大家跟我一起举手举起来 烟火放起来 来欢迎光毅老师 哈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我是喜梦教育的创办人 你们可以叫我徐光毅 或是叫我的英文老师Curry 大部分都叫我Curry老师 我知道现在已经是高三了 然后时间有限 所以我今天等一下会在短短的 三十三四分钟之内把我知道的重点 然后分享给大家 那你先跟他有个共识 就是说 等一下会有一个部分 会需要让他练习试试看 所以如果你可以打字的话 会想要邀请大家试着打字看看 因为这个东西你有想过 会对你比较印象深刻 而且真的有学到东西 好 那首先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三个点 其中第一个点叫做 兴趣能力期望特质 这个是大部分的教授 最在乎的几件事情 好 那这个可以怎么记呢 我用一个口诀给大家 就是对教授来讲 他有点像是伯乐想要找迁迷码 对不对 因为他想要找怎样的迁迷码 就是一个性能奇特的迁迷码 所以你看这几个 第一个字 兴趣能力期望特质的第一个字 就是这个伯乐想要找 迁迷码的第一个字这样子 好 所以换句话说 我们接下来不是要开始做 多元表现的重整心得 或者是个学习历程档案字数 包含这个就读动机 或者是这个读书计划等等 其实这些东西只是表面 而真正我们应该要凸显出来的 就是你的兴趣 你的能力期望特质 到底有没有符合这个科系的需求 所以性能奇特 大家可以记在心里面 所以包含说什么 多元表现在呈现什么 就是你的兴趣 难力 特质 到底有没有符合这个科系 好 那再来的话 为什么要有这个 就读动机 或者是读书计划 其实就是想让教授知道 你未来对于人生的期望 到底有没有符合这个科系 想要培养的学生 所以这几个分享给大家 好 那回到就是我们这个学习历程档案 到底该怎么充施 好 那我目前的想法主要有两个 主要有两个 第一个叫做回顾 就是你回顾之前的经历里面 看能不能抽丝剥茧 找到这个科系想要看的性能奇特 好 那这里就是第一个小互动 第一个小互动 好 我出一些题目让大家试着想想看 好 比方说好了 有一个东西就是我们可以透过日常 我们平常做的事情 然后想想看 我真的喜欢这件事情的原因 跟感觉是什么 进而找到我的特质 我举个例子给大家看 给大家评评看 比方说好了 我喜欢打篮球 可能是因为我喜欢团队合作的特质 这是一个可能性对不对 或者是有些同学喜欢打篮球 是因为他喜欢想那个战略 就是怎么跑位 然后怎么传球 然后怎么上篮等等 好 所以有些同学是喜欢想这种战略 所以你看同样都是打篮球 可能拆解出来的特质就不太一样 对不对 好 那这里首先第一个互动 邀请大家帮我在讯息的部分 就是可以打上你们想到的 好 请问 请问 比方说好了 我是热武社的社长 热武社的社长 好 我在带领大家就是 期末的这个热武社的惩罚 成果发表 好 你觉得我有可能在这个过程中 发现自己有什么兴趣 或者什么特质 好 大家可以想一下 试着练习看看 然后可以帮我打字 打在聊天室的地方吗 好想想看 我是热武社社长 然后带领大家就是期末成果发表 从这个经历里面 我可能可以发现我有什么特质 或有什么能力 好 请大家试着看看 然后我等个可能二三十秒好了 谢谢 谢谢 空平 好 就给大家二三十秒时间想想看能不能打字 两个字也可以 三个字也可以 这个没有高准答案 没有高准答案 所以大家试着大家看 就是热武社社长 带领大家期末成果发表 那可能从中 我有发现自己有什么兴趣跟特质 有吗 好 如果 好 感谢空平 就是有沟通 对吗 你看 你要办一个期末惩罚 怎样 我需要跟很多的人沟通 算是灯光要打在哪边 音乐什么时候下 然后接下来有很多的表演者 对不对 如何音乐上台等等 需要沟通特质 那你看哦 热武社的经历 这个社长是不是很表面的东西 你一开始的时候是不是会觉得说 这件事情 好像跟气管系 或者是支管系 没有什么关联吗 对不对 可是你看 当你开解书 像刚刚昆明提到的答案是什么 沟通 这件事情的话 所以我问大家一件事情 他透过热武社的这个期末惩罚 有实际这个作为吗 对不对 刚刚讲有跟灯光师沟通 跟那个播音响的沟通 他真的有做这件事情 然后大家都有条不问的上台 而且顺利的发展完了 好 你看哦 他是不是真的有做到这个沟通 或带团队的事情 那你看哦 你是大学教授 会不会就觉得说他就是一个 真的有这样子克制的人 那是不是就符合气管系的 这个教授的期待 所以我想跟大家分享 第一个 如果你要冲刺学习历程答案 或者是内审资料的话 我们可以先回顾 回顾孩子 就是从高一高二高三 有没有什么事情是他特别 印象深刻的经历 或者是他特别投入的经历 从那个特别投入 或者是 那个就是印象深刻的经历 经历 这里面都可以抽丝剥茧 找到一些特质 所以我自己觉得说 这是一个很快速可以找到 要怎么写 被审资料故事的一个方法 所以回顾是一个方法 好 再来的话是冲刺 那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冲刺呢 好我们就想一下 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短期的发现 自己有什么兴趣能力特质吗 对不对 好 我觉得有效的方法分享给大家 分别是书 就是科系有关的书 科系有关的影片 或者是科系有关的一些体验 包含游戏或实作等等 好 我一个一个讲 请问大家 就是你身旁有没有科系有关的书 或者是杂志 有吗 对不对 你就可以透过这个翻杂志的过程中 或翻书的过程中 慢慢的跟教授分享说 原来我看到什么样的内容 然后启发我的兴趣 那举个例子来讲好了 就我之前曾经有就是看过一本书 然后里面就有说到一件事情是 有一间工序啊 他们就赚很多的钱 可是他后来倒掉了 就我就对这个现象很好奇 然后后来才发现说他倒掉的原因是什么 他的现金 这个存量不够 所以他后来带出了一个表 叫做现金流量表 所以我就是在看书的过程中对于这个 原来企业怎么经营的这件事情 起发了很高的兴趣 那你看 这个科系有关的书是不是很容易获得吗 对不对 当然说可能是学校的图书馆 或者是你们家社区的图书馆 你都可以赶快去借书 然后从中找到你有什么议题 然后你就可以跟在这个备程资料 或者是你学习历程答案里面 就提到这样的经历 就是你看到什么内容 然后启发你的兴趣 所以书可以 再来的话影片 就是教授会有一个部分想要知道你的就读动机 对不对 如果你之前因为可能是分数刚好到 或者是说出入可能出入的考量 所以选择这个科系 但你可能对于这个科系 或对职业的了解 其实不是很深入的时候 好 你可以怎么样快速的了解这个科系 或这个职业的内容 其实YouTube的影片 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 所以你可以当早去YouTube影片 搜寻什么科系 或什么工作 然后就是看这个影片的过程中 发现你对这个领域是有兴趣的 或者是比方说我之前 看到兽益相关的影片 然后发现说 要喂动物 然后吃药 喂动物吃药 其实是非常需要有耐心的一件事情 因为 动物不会像你这样乖乖的吃药 对不对 所以你可能要等一下 把这个药 藏在这个水果里面 或是蔬菜里面 然后诱导动物吃这个药 好 好 所以你看我看影片的过程中 我不只了解更多搜寻的内容 同时我也发现说 看影片过程中我发现 当搜医非常的要耐心 然后联想到我之前也有类似的案例 就是我之前这户动物的时候 然后我也很耐心的观察它 发现哪边有异状等等 所以只看影片可以让教授感受到你对科系的更进步的认识 从中也可以发现自己的特质 再来的话有一些体验 所以你可以可能去问一下学校老师有没有小型的一些体验的活动 赶紧做一些体验 这个也是一种可以做的方式 所以赌注的话我刚刚讲的书 影片甚至小型的游戏或小型的体验 这个都是你可以充斥的部分 这样子好 那再来的话 就是昆平你可以帮我按下一页吗 这是刚刚第二个重点 好 你在撰写的时候 包含说刚刚讲的这个多元表现的重整心得 或者是学习历程档案字数 你在撰写的时候要注意什么 好 首先你要写的时候要具体做了什么东西 具体做了什么东西 比方说我刚刚的举例里面像是热武社的社长 我刚是不是有很多在描述说我跟谁沟通 对不对 然后后来的成果怎样 就是有条不问的上海等等 所以你要说明你具体做了什么 好 然后再说你发现什么事情 发现什么事情的话就可以回应到我刚刚讲的性能奇特 所以我要提醒大家一件事情 你不要再写这个多元表现的这个字数 或者是这个学习历程档 多元表现重整心得 或者是学习历程档案字数的时候 你不要就很空放的说我参加什么 比方说我参加什么活动 或是我担任什么干部 发现有什么特质 这样不够具体 这样不够具体 重点是什么 你做了什么事情 然后带出你发现有什么特质 或能力或兴趣 这样讲才有说服力 这样懂我意思吗 这样才有说服力 所以提醒大家这件事情在撰写上 需要留意这件事情 好 所以刚刚讲的是多元表现 就是说回顾一下我刚讲的 就是多元表现你在做的时候 就是你一方面可以回顾 一方面可以补做 补做的时候记得描述的时候 就是要具体 然后发现有什么东西 好 再来讲的话是学习历程档 学习历程字数 好 学习历程字数 有一些同学或家长就很困惑 学习历程字数 到底涵盖什么样的内容 我大概讲一下我这几个内容 分别是学习历程反思 还有就读动机 还有未来的学习规划 学习规划 我先从学习历程反思开始 学习历程反思就是顾名思义 去反思你高中三年 所经历的事情 可以反思的有三个面向 分别有成绩 多元表现 跟课程学习成果 好 成绩的部分的话 这个我真的超推荐 你们如果有机会的话 可以去看一下 顾名 顾名他在FB有分享一个 关于成绩描述的方式 还有四个描述的方法 比方说好了 你成绩如果有到达一定的水准 你就把你的成绩或盘名就讲出完 你是90分或100分就别科技就讲出完 好 如果成绩普通的话 你可以说你是从什么level 进步到什么level 比方说你高一可能是五六十分 然后高二的时候可能某一颗进不到八九十分 就是让教授感受到你从什么level 转换到什么level 这是第二种描述的方式 第三种描述就是说进步幅度 比方说你第一年可能就是还在摸索中 所以可能进步五分 可是你第二年已经发现了读书的诀窍 从五分进步到十分十五分 好 就可以让教授感受到 你在这个领域有不断的去研究 然后有一些突破 所以这个进步的幅度 然后第四个就是当你这个 某个领域 然后还是很投入 但是成绩没有什么起色 然后就像昆平说 这个是什么 这个代表是真爱 你看维持那么久 但是你还是知之不见的话 那就代表是真爱 所以会提醒各位同学跟家长一件事情 就是请怎样 找出过去的成绩单 找出过去的成绩单 然后把这个科系比较关注的那几个科目 然后过去每次的断口的成绩把它盘了一下 这件事情坦白说 很难你就是一眼的时候就看到一些故事 通常很难 通常要怎样 看了很久才发现说好像有一些端名 然后好像可以讲一些故事 这样懂我意思吗 所以记得去找出你的成绩单 然后去看一下有没有那四种的呈现方式 至于说那篇文章的话 欢迎大家到昆平的FB的贴文里面找 你们应该在昆平的FB贴文搜寻成绩等等 应该就可以找到这篇文章 真的超推荐给大家的 好 不过这里我也要提醒大家一下 提醒大家一下 不是所有高中的科目都要去讲这个成绩 我举个例子来讲好了 如果你要申请的是电机器 那你上传音乐有关的或者是体育有关的成绩有帮助吗 应该没有帮助嘛 对不对 你讲这些成绩没有什么帮助 你要怎样去查询这个怎样 你要说明的这个故事要跟这个科系有些关联 比方说了电机器就在乎同学的物理成绩 英文成绩跟数学成绩 所以你在讲故事的时候 今天就是数学英文跟物理 找找看有没有一些故事可以讲 那你可能会问我说 柯老师 这个成绩 我要怎么知道这个科系跟高中哪些科目比较有关呢 好 这里就很推荐大家 那个网站叫做Carligo C-O-L-E-G-O 里面找到这个高中准备的地方 然后就可以找到这个科系有关的高中科目有哪些 所以记得这个网站就是Carligo 所以我再整理一下这个成绩部分的SOP 首先你先确定你 你知道你选什么科系嘛 对不对 然后接下来你到Carligo 然后找到高中准备 然后找到那个科系比较有关联的高中科目 好 好 接下来去找一下成绩单 然后把这几个科目的成绩你先抽下来 抽下来之后 然后去看久一点 看到有没有一些故事可以跟教授说明 所以这个是学习历程版式的成绩的部分 好 再来的话是课程学习成果 课程学习成果 好 课程学习成果 很多的同学或家长会问说 那这个跟多元表现到底呈现的重点 到底有什么样的差异呢 好 首先那个多元表现的话 尽量呈现的是什么 性能奇特 这个刚有说过了嘛 对不对 好 就不赘述 那课程学习成果呢 教授比较想要看的是你的核心素养 好 举个例子来讲的话 核心素养有一个就是系统思考的这个 或解决问题的能力 或者有一个是计划的能力 好 所以也就是说教授想要知道同学们 你在高中这些课程里面 到底有没有学到这些核心素养 这个是教授比较在乎的 所以一样哦 他的占写方式会跟前面一样 就是你做了什么 只是发现的部分不是性能奇特的 而是核心素养 所以你这里的SOP是什么 首先一样去Kaligo Kaligo就是高中科目的那边 对不对 再往下滑一点点 就可以找到这个 不是 口误 说错了 这个高中科目的上面 上面的话有每一个科技想看的核心素养 所以你先去看一下这个科系的核心素养 前三个是哪些 然后进了去思考一下 你高中有哪些的科目 让你有这些核心素养 好 那我举个例子来讲 我举个例子来讲 比方说电机器就很需要有这个系统思考 跟解决问题的核心素养 好 那但不限 不限在物理这一堂课 或者是刚刚讲的英文或数学这些课程 不限这边 而是任何一堂课有这种系统思考 或解决问题的能力都可以 所以有可能是这样 比方说历史课 历史课可能有一位同学 他可能想要研究的是什么 就是我讲一下举个例子 好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原因 第一次世界大战可能背后有很多的原因 就是可能会有一个这个营火点 对不对 可是背后里面可能有一些积运与生的东西 所以你在比方说你做的历史课报告 第一次大战爆发的原因的时候 你看到不会走一个点 而去思考它背后到底有哪些的可能的原因 是不是就可以呈现给教授看说 原来一件事情的发生的可能原因 不会走一个点 而是有很多的面向 那你就可以呈现 你这个有系统思考的这样的核心素养 这样懂我意思吗 所以你在做这件事情的SOP 就是你查到科系的核心素养 然后再去想一下 你有哪一堂课程 哪一个环节 有做过这个核心素养的事情 好吗 那你可能问我说 你可能问我说就是 柯尔老师 可是我之前的这个课程学习成果 写得很烂 而且好像没有凸显这个核心素养 那还要写在这个 学习历程档案的这个反思里面吗 好 我的看法是 一样值得写 一样值得写 为什么 是因为你课程学习成果 如果有做成学习历程档案上传的话 当然这是最理想 对不对 但是你没有上传的话也没关系 因为到时候教授在看你这个学习历程 会先看这个东西 那也有可能教授看到你有这样的机率 虽然没有档案 但是他可能会最后面试的时候 问你一些细节 所以如果你有这样的故事 你一样把它写在这个学习历程 反思这个部分 这个是课程学习成果的部分 OK吗 在反思的部分 好 接下来我讲一下 反思的部分 还有一部分会写这个多元表现的反思 那你可能会问我说 可是柯尔老师 前面不是已经有多元表现重整心得了 那学习历程反思还要写什么 就是前面已经有多元表现重整心得 那这里的学习历程反思的多元表现 到底要写什么东西呢 好 两个点推荐给大家 第一个 因为多元表现的重整心得里面最多就是800字 对不对 所以可能因为字数的关系 所以你可能一些多元表现有一些故事想要讲 可是你来不及讲 所以你就可以在学习历程反思的多元表现 这里的反思 去写你多元表 多元的重整心得 没有说完的故事 好 这是一个点 好 再来的话 多元表现的重整心得 它有规定 这个多元表现怎么样 高中的经历 就是高一到高三的经历 才可以写在多元表现重整心得 对不对 那如果是国中的经历 那你就把它写在学习历程反思那一面 知道OK吗 因为这里反思没有限奏高中 就是国中的也可以 像我之前曾经看过一位上榜学生 他就说他在国中的时候就发现怎样 就是他们同学的东西太多 然后置物柜可能不够 所以他那时候就是想说 我把置物柜出租给同学 然后钻这个林又青的故事 他就把它放在这个 这个学习历程当 反思多元反思 多元反思的这个部分 所以你看他就写他国中的故事 就放在这边 可以跟大家分享 是这样子 好 那我们接下来进入到这个就读动机 那就读动机很多同学就是会很困扰 那我自己觉得自问自答 会是一个最容易的方式 首先你为什么要选择这个科系 包含说你为什么最后选择A科系 然后不要B科系 或者是你因为什么样的事情 发现你对这个领域 开始有一些启蒙或者是着迷等等 所以就是为什么要选这个科系 是一个值得写的点 再来为什么要选这个学校 也非常值得写 这个的话很多的同学跟家长觉得很困惑 选学校我都是按照这个分数填下来 我真的不知道选学校这个到底要怎么写 好我告诉大家 这个要去做功课 因为我举个例子来讲 好了同样都是D科系 你知道成大D科跟中三大学的D科不一样吗 成大D科的话比较重视土壤 然后中三D科的话比较重视海洋 然后你可能会跟我说 科老师我哪知道 对我告诉你 你就是因为不知道才要做功课 但是这些其实在官网上 就是在一个科系的官网上都可以找到一些端倫 懂意思吗 所以你很推荐去研究一下同样的科系不同的大学 然后他们有什么样的差异 你可能会跟我说我当初就是按到分数填下来 没有错吧 对可是你在选为什么要写这些学校的时候 千万不要说你就是因为分数写下来好不好 你应该去做些功课找到他资源的差异是什么 张东威是吗 好 那再来的话就是为什么要选择我 为什么要选择我 就是你可以在这里总结一下 就是你跟其他人的差别是什么 所以这里坦白说有点小小的小小的心思 就是把把这个就是藏在这一面 那到时候教授的时候就是做读动机的时候 就可以想到原来你跟其他同学的差别是什么 好 那刚刚有讲到为什么要选择科系 为什么要选择学校 为什么要选择我吗 对不对 如果可以再加上一个 你对这个领域的启蒙是在什么时候 那这样的故事就更完整了 像我刚刚说的像那一位置物柜同学 他对这个气管有这个启蒙 就是因为在国中的时候 然后做这个置物柜的出租 他就发现透过这种交易 互相交换就是彼此有的东西 然后好像可以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 所以他就觉得说读气管 来做这种交易有关的事情 他是很向往的 是想要多研究的 所以这上启蒙 会让你的整个故事更加的完整 好 那我只有讲一个 就是关于这个读书计划的部分 读书计划的话 我很推荐大家就是以终为此去写 先想一下你大学毕业之后 你想要成为怎么样的人 需要什么样的标签 再来回推你大学的时候可以怎么准备 以及你现阶段可以怎么准备 好那我一个个讲 想要成为怎么样的人 好 这个我很推荐你对那个职业去想象一下 或者是上网看一些故事 那我举一个具体的故事给大家听 我曾经有看到有位同学 他想成为一位兽医 那他想成为什么样的兽医呢 就是会很细心的跟市主说明 要怎么照顾的兽医 那为什么他会这么说呢 是因为他之前在研究兽医这个领域的时候 发现很多的这种就是家里的动物 会有一些疾病来自于说 很多的主人其实不太会照顾动物 到底要吃什么不吃什么 怎么运动然后怎么照顾 很多的主人其实是就是不太懂的 所以导致这些动物有一些疾病 可是为什么兽医没有办法说 就是跟这些市主 然后很有耐心的说明了 是因为就是兽医真的很忙 所以他就想到说 好未来如果我成为兽医的话 也许我可以做一些懒人包 也许我可以做一些DM 来教这些就是市主知道怎么照顾动物 所以你看他要成为兽医嘛 他有没有为自己贴一些标签 有他贴的标签就是有耐心的兽医 而且是愿意跟市主沟通的兽医 所以他为自己贴的这些标签 好你看他想怎么样 透过而且他有具体的做法 像透过懒人包 透过DM等等去讲怎么照顾动物 对不对 好你看他的终点在这边 接下来可以回推我大学要学什么东西 所以他可能怎样 我再修收一些的课的时候 我同时可能要去学什么 学一些设计的课 美感的课或是色彩的课等等 或者是表达能力的课等等 让自己为了在就业的时候 可以很顺利的跟这些市主沟通 所以你看他大学要旁听什么课 学习什么能力是不是就很具体了 好这时候再来回推 他在上榜的时候到开学前可以做什么事情 他可以怎样 就是比方说去一些动物有关的展览 或者是动物有关的受益院 去了解市主在照顾什么 动物上有没有遇到什么问题 就及早的了解一些现场的状况 或者是当一些志工等等 所以你看他25岁想成为的人 跟大学要学什么能力 跟现在可以做什么事情 你是一个怎样 有逻辑且完整的故事 所以这个是我推荐超棒的方法 好以上跟大家分享 好时间也差不多 好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好我们再次给柯雷老师掌声鼓励一下 谢谢柯雷老师很精实的分享 我们的时间真的不长 但是我想刚刚方方面面都有提到了 所以我们最后 在最后因为今天时间关系 所以如果有任何的问题的话 非常欢迎大家 你可以 你可以在这个时候 你可以加入奇梦LINE社群 或者是你可以 从他的FB 或者找柯雷老师本人 你给他发问 我相信他都会回复你 好 那欢迎不好意思 你麻烦你帮我关一下麦克风 好 没问题 OK 好 那我们在 在最后呢 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所有人前一阵子的前几天 大家就开始 大家所有人的状态都差不多 就是疯狂做落点 但是现在的状态是什么 现在所有高三同学状态是我们已经准备 把我们的资源交出去了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大家要做的 除了很紧张 等待一阶 看有没有过 有没有操塞之外呢 我们其实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是我们可以开始预备 我们的背审资料跟学习历程档案 所以呢 医院领行特别为大家预备了 这个落点分析的网站里面 有非常好的资源 也就是呢 假设你点到落点分析的网站 然后你在这个旁边有一个 让我打了一个星星 阅读更多 OK 阅读更多 你点下去你可以看到什么呢 你可以看到我们为大家 预备的一系列的文章 这些文章是什么 这些文章例如说 这个提升学习历程的含金量啦 对不对 我们如何能力 可以让我们的这个大学的选系 可以锁定我们的质押方向 又或者是在我们的 在选系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一些步骤 又或者是说 我们在里面怎么表达自己有成长思维 这一些都是我们在近期 这个团队帮助大家收集 与大学做背审资料 甚至选系 是非常相关的文章 所以我邀请大家 现在这个连结呢 就在我们的这个 就在我们的这个说明栏 留言板里面 好 那大家可以点击他 把这个连结存下来 在上面找一找 有没有你所需要的文章 那我也再一次的推荐大家 其实刚柯磊老师提到 在做背审的时候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是先对你未来职业 有一个想象 你想要成为什么样的兽医 那有耐心的兽医吗 或者是这样的一个职业 他到底长成什么样子 那我非常的推荐大家 你可以到人力银行的网站上去 因为这一般的高 在可能在高一二的时候 大家不太会点过去 但到了高三 其实非常非常的关键 对吗 因为我们都很希望 我们自己所上的大学的科系 跟我们未来的职业 是相得益彰 所以呢 你在论点分析做完之后呢 你可以在我们的网站上面 找到无论是职业测验的工具 我知道有人最近要 在那个学习地诊制 是要描写自己的苦语 我不知道用什么词 描写自己 做一做这些的职业测验 会对你有 有一点帮助 那又或者是说 我们现在正准备 有人比较前瞻 他比较他在想说OK 那我现在的这个 我现在做备审 我一定要 连这个面试一起考虑进去 所以呢 那的确啊 那我们的备审资料 书审资料 就是我们跟教授 那一旦面试的时候 我们的谈资 其实我们就会预设 当我们过一节的时候 我们一定也想要过二节 所以呢 就是我邀请大家 你可以来看一看 书审跟面试的考题 让我们所这个 所准备的备审资料 也更有方向 而最后呢 如果我知道有人今天 翻新就一早八点多 就有人讲说 哦我上大学了 我都上岸了 这样OK 我辛苦大家了 在群组里面 所以如果你已经进大学的话 或者你还已经进大学 OK 你如果是这个时候 你还会上来看的话 那你相当了不起 要跟你拍拍手 那这个 但如果你已经进大学的话 像跟柯里老师说的 我们可以开始为大学做一些准备 不只是周遭有什么好吃的 也包含就是在学校里面 我应该学哪些课程 或者是有哪些学程 有哪些的事情 是我非常值得 可以提早去看一看的 OK 所以呢 那如果你还没上的话 那你要写这个大学未来学习计划 就是在 那从 就从了解大学开始 伊人令行 帮你收集的 这个大学的讨论区 所以呢 你可以到上面来逛一逛 有没有你的大学你的科系 那可以让你的学习计划 可以更扎实更立体 所以呢 所以接下来呢 在整个3月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这个3月19号了 所以呢 在下一堂是什么呢 在下一堂就是3月26号 3月26号 我们前面已经走过4堂 从弱点 从选科系 从到这个5个步骤 对不对 然后呢到今天这一堂的学习历程充斥 而在下一堂就是我们系列直播的 最后一堂什么呢 就是口试如何预备 口试如何预备 所以请大家密切的锁定我们的频道 以及各大的群组 你一定可以在这里面找到 帮助你口试突破 能够出现这样的一个 秘诀